北京时间10月28日 据今日美国报道 一幅科比和吉安娜的壁画 避免了被拆除的命运 经过多方努力 这幅壁画将至少再保留一年 多达9万人在网上请愿书上签名 恳请保留这幅壁画 其中包括科比的一双瓦尼莎 当地时间9月14日 Hardcore Fitness老板塞西利亚比莫兰 在社媒上表示 其建筑一侧的科比壁画 有被拆除的危险 这引发了网上的请愿活动 大家要求保留这幅壁画 迄今为止 已经有多达9万人签名 瓦尼莎也转发表示支持 这幅壁画上 科比身穿24号球衣 二女儿吉安娜身穿2号球衣 两人处于云端 身后都有天使翅膀 在与房东会面时 莫兰收到了壁画最后保留期限 是今年10月的通知 随后 这一事件引发了多方高度关注 2K和其他公司与莫兰的房东 最终达成协议 防止这幅壁画被拆除 当地时间周四 2K公司的营销主管新格志 在这幅壁画附近 举行了重新落成仪式 并向粉丝们讲述了 这幅壁画有多么重要 过去几个月 人们一直在这幅美丽的壁画前 排队拍照 对于我们来说 拯救这幅壁画意义重大 它与篮球相关 它是科比比布莱恩特 我们感到有义务做这件事 不是言语 而是付诸行动 据悉 这幅壁画将至少保留到当地时间 2024年10月26日 2K公司的目标 是进一步延长该项协议 让这幅纪念科比的壁画 长久保留下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